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這次嘉賓是我們的事務總監 亦都是亞太區的首席分析師 郭思智先生 郭Sir你好 你好 如果大家想爭取時間 和郭Sir直接對話題問股票問題的話 現在就可以打電話來了 電話204-6566 電郵地址askbschannel.com 先和大家跟進行指方面的最新表現 保持1%左右的升勢 現時行指升201點報20461點 國企指數升185點報8756點 大股成交暫時有603億多 看看藍銷股方面 暫時領賬除了業績做得好的中聯通762之外 看到今天石油石化股方面繼續發力 跟隨國際油價方面有反彈 當中中海油更加升 超級5% 現在正在做9.09元 和大家看看昨晚來講 國際油價反彈的原因 都是衝敬限產的會議 可能有些衝敬會不會繼續凍結產量 上星期的美國原油庫存 增幅率少過預期 換言之 負存壓力減少了 油價有個支持 郭Sir 先問你 大家其實在下一次討論 究竟相關的油產國 會不會真的贊成動產的計劃 誰又會開始首先動產呢 這也是問題 你看看油價短期來計 會不會繼續反復 其實公過預求情況沒有太大改善 因為環球需求是放慢的 早前每天多出的原油 是介乎200到250萬桶 如果能夠是動產的話 很可能過程的情況 會稍為改善 但即使是這樣 最終要看需求 商品沒有可能在公過預求之下 是高期的 都不知油價早前的下跌 去到二百二十多元一桶 其實夾雜了很多很多的追擊行動 一些沽空的 當然在低位慢慢慢慢回報 如果一直在最低的30元左右 或者以下才做淡倉 現在沒有辦法 你當然要回報 因為實際上是沽得比較低 至於產油國會不會達成一個凍產呢 其實早前俄羅斯和幾個抄國已經開會 達成了將產量凍結在1月11日的水平 但即使是這樣 產量還是過程 關鍵在哪裏呢 美國的鹽岩氣油的開採技術越來越成熟 事實上美國的鹽岩氣油儲存量 是足夠地球幾百年用的 所以根本上就沒有油方這一個問題 剩下來就看看產油國的財政狀況 對賣油方面的取貸是怎樣 最有錢不用說一定是沙地了 但這麼多年來它都是使慣用慣的 其實以現在這個洗錢的速度來說 剩下的儲備可能到四年或五年之後就要用光了 它現在都開始折衣了 即是有部分的不必要開支 它開始有計劃了 但原油減產就算肯減 數目也不是太大 再看伊朗其實被人制裁了十多年 現在剛剛才可以恢復出油 它怎麼肯賣少一點 況且在部署上買完飛機 它又想買航母加大國防力量 所以要去減產根本上容易 再加上伊朗和沙地現在沒有幫教 大家沒有辦法談 至於委內瑞拉也是其中一個產油國 經濟下限 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依賴石油的出口賺取外匯 要去減產也不是太容易 再看俄羅斯 敘利亞的軍事部署已經有少少撤離的趨勢 但這麼久以來 因為軍事部署或者有些經濟被制裁等等 令俄羅斯的勞部跌了很多 經濟也是下限 而且國內的通脹也持續高企 可能普京都會面對很大的壓力 現在已經宣布要撤軍 最終不希望像以前蘇聯那樣 陷入阿富汗的戰爭 深入不能自拔的境界 也是一件好事 至於美國以前原油入口 現在已經原油出口 總而言之 幾個產油國都有出油的需求 我自己覺得油價跌得太深 技術上真的喘定了 而且大家都明白 你又賣便宜些 我又賣便宜些 一路追下去 最後五六七箱 大家都受損 沒有人有好處 甚至乎油價持續下跌 對一些工業為主的國家來說 當然傾向於比較正面 因為生產成本便宜了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 因為生產成本便宜了 商品或貨品的銷售 可能因而有下限的趨勢 這就是通縮 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歐洲和中國 都不希望經濟陷入通縮 最好有少少溫和的通脹 因為經濟陷入通縮 也代表資金的流動將會減慢 簡單來說 東西越來越便宜 你怎會這麼急於消費 你之所以急於消費 去買你所需的日用品 是因為東西越來越貴 反過來越來越便宜 大家都不去買 企業的產品 根本上沒有消費 沒有消費 沒有資金回流 沒有資金回流 經濟時必然受損 最終當然是財源、結業等等 所以環球國家都很希望 有一個穩定而受控的通脹出來 但到現在一刻 剛剛相反 日本已經陷入通縮 因為歐洲也面臨通縮的威脅 甚至中國的通脹數字 也慢慢下降 美國的通脹也只有1.5% 即是現在最關鍵是 不要經濟陷入通縮 但油價持續下跌 根本上就有通縮的效應 所以真的比較難處理 不過無論如何 油價如果能夠在供求平衡下 有理由會慢慢斷定下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包括157或883 中海洋石油這兩種 上油業務為主的石油股 其實最壞的時間 可能暫時過了 至於一個月後 兩個月後發生甚麼事 便比較難測 順帶一提 很多產油國債務 今年2月到5日到期 2月到5月到期 如果不能還貸 不能還貸款利率 便會有違約風險 相關事件 可能會觸發市場的避險情緒 不過現在這分鐘 暫時不太明顯 雖然山統有 今天來講 受著外圍油價反彈 有一個推升 但幾天後 便要公佈他們的業績 中海油5個加日後公佈業績 主中石油4個加日後公佈業績 昆仁能源更加是 今天省下時間公佈業績 高盛之前降低油價方面的預測 而里岸方面看淡油股 還預料三桶油去年 將會少賺3乘4至7乘8 換言之業績方面 都沒有太大憧憬 對於業績方面 會不會比預期更加差呢 現時來說的石油石化股的升勢 會不會在公佈業績後跌得更深 未必會跌得更深 因為短期來說 相關股份已經是因為早前跌得過濃 所以有少少回補的買盤支持 又加持續下降或者低企 已經令到兩隻石油上油業務為主的石油股 包括883、中興石油和157 累積不少跌幅 可能市場已經一早消化了相關的因素 所以業績出來是差 或者差一點 或者沒有那麼差 其實意義不更大 反而我覺得股價由低位上來 反彈的幅度已經不小 往後就真的要看油價 在可見的將來 你說油價所有細幅度的斷定或者回運 這個機會是很高 因為始終油價都是商品 商品市場很有趣 你買得多自邊 力量夠大 反而沽空得越重 也意味著商品價格有下限的趨勢 現在正在處於平倉的階段 往後要怎樣走 還要看一兩個星期的市值 這節完結前 和大家跟進整個版塊的最新表現 中石化升2% 報4.86 中石油升超4% 報5.4 中海油升5% 報9.1 至於上石化都升4% 報3.71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問答環節 稍後我繼續做我們的嘉賓 想問郭Sir問題的話 就不要走開 稍後打給我們